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不是像我们简单意义上了解的说TCL只是一个家电品牌的这样的一个电子产品的公司 而是涉及到了各个方面 各个方面 对 我们还包括医疗 包括投资 包括环保 各个行业都有 那向总您本人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吗 就是您自己所学的专业是不是跟这个电子产品有关系的呢 我也比较有关 我这个是我这个1998年到深圳以后加入了仙科集团 它是做电器做DVD家电这一块 然后03年加入TCL 然后就是在一直在从事这一块 我听说您是做财务工作的 是吗 对对对 最早一直做财务 对 我的这个是93年是西兰财大毕业 我是学会计的 对 听到这个消息呢 我就有点疑问了 因为我知道这个做财务工作人员的一个性格呢 是稍微的专一一些 我们说专一呢 就是思维非常的缜密 做事呢 很有执着 而且呢 它专注于财务这个领域 可能涉及到啊 管理啊 人事啊 包括产品推广啊 就可能并不是很专注了 那您现在是做澳大利亚公司的总经理 所负责的应该是方方面面了 这怎么会想到说 我要来做这样一个职位是一种挑战吗 对 这个问题会得非常好 就确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一个挑战 对这个 我08年来到澳洲 TX澳洲公司 对 一直做财务总监 然后是今年5月份我们的前总经理 他因为这个家庭的家族企业的这个生意离开了 对 然后需要一个人出来这个接任这个工作 对 因为我这个一直在澳洲公司工作四年 而且对各个营销啊 品牌啊 这个渠道啊都比较了解 对对对 这个然后平时也就看多看一些管理方面的书 对对对 然后参与一些管理工作 然后总部就给我这么一个比较有挑战意义的机会 对对对 一做做了几年了已经 我现在做了半年吧 做了半年时间 对 我觉得这个做财务原来做财务总监更多的是专注比较专注 看着这个各方面关注风险啊 经营啊 定价这些东西 然后总经理呢就是更多的要看得更广一些 对对 要包括这个营销 包括这个供应链 包括这个广告啊 包括人力资源 我觉得最大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这些人把下面的员工啊 啊 用好用对吧 把各方面用好对 比如说我现在后来招了一个销售总监 嗯 他他负责大渠道或者这个整个销售我觉得做的挺好 是 现在得高瞻远瞩啊 对对对 不能树有专攻于这个财务这一项 对对对对 看得更远一些 对 如何把员工的积极性发挥到最大 嗯 不是 并不是代表我要一定要势必功勤去做 对对对对 但是所以说管理能力是相当重要的 对对 那向总您看啊 我们刚才说到TCL 您也给大家解释了TCL这三个字母所代表的意思 其中有一个就是创意了 对 那么在这个电子产品的领域当中呢 TCL在创意方面有什么样独特之处呢 TCL集团这个是非常注重研发和创新的投入 我们每年大概有5%的这个 这个种销售收入用于研发投入 我们TCL集团下面有一个叫 TCL集团工业研究院 嗯 它结合各个产业有多媒体手机 有空调各个行业会有各个的分研究分院 我们在中国美国法国新加坡 大概各个研究分院加起来有15个研究分院 嗯 对 然后我们是中国第一个生产按键电话的 以前就是拨号 啊对对对 最党日拨号的 对 但TCL是第一个做按键电话的 哦 几年以后做到电话大王 嗯 然后我们是第一个做这个大尺寸 28寸的大彩电 然后我们聘请了当时的刘晓庆 跟我们做TCL王牌彩电的广告 一炮走火 嗯 然后TCL是第一个做宝石手机 我们原来的手机上镶嵌宝石 镶嵌宝石 对对对 然后在中国是卖的非常火的 嗯 然后我们是第一个用双核笔记本电脑 我们是用双核的跟英特尔合作 对 嗯 最近我们有一个比较震撼性的一个产品 就是跟腾讯 腾讯合作的叫TCL冰淇淋 叫TCL Ice Screen 这一个1926寸的一个平面的一个平板 就像这样一个大的iPad 对 然后这个在跟腾讯合作 啊 零售价1999一推出来就马上销销销销一空 对 1999是人民币 人民币 对对对 那的确非常的有性价比 对 这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集这个平板电脑 集电视 一体的一个可移动的一个这个终端 电子平淇淋 对对对 这个我们在这个8月份 在这个德国的电子展 EFA电子展 我们获得很大的成功 对 是 我们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 说这个国家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是取决于本国民族工业的这个发展 民族的这个企业的发展了 那TCL呢在这个行业当中呢也是独树一致发展的非常的好 而且呢也是最早走向海外市场推广海外市场的电子企业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 这个TCL集团这个在国内取得成功以后 我们于1999年就开始考虑国际化 我们第一个分公司在这个越南建立这个TCL越南公司 是1999年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菲律宾 印尼2000年我们建立分公司 然后是2004年建立了TCL澳洲公司 TCL泰国公司 然后后面TCL印度公司 后面我们就在俄罗斯 在这个南非我们都有设立分公司 然后2004年我们TCL集团在也深圳上市 同时我们收购了法国的汤姆逊这个彩电品牌 这个法国汤姆逊品牌说起来在欧洲是非常强大的 在2004年它是跟三星是亲民的 对对对 它是在这个尤其是在这个背头电视方面 有很多的专利 在CRT彩电和背头很多专利 所以我们收购它的主要目的 一个是看中它的研发能力 和另外看中它的营销的一个渠道 在欧洲或在美国非常强势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做的作为一个国际化 这是走得最早的 对 是刚才提前提介绍 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些国家 对对对 包括您说法国也收购了这个 汤姆逊的这个产品 对对 那在法国的这个欧洲市场上 有TCL这个品牌吗 还是说我们就去沿用了 汤姆逊的这个品牌 经过几年的发展吧 这个我们这个走过一些弯路 2006年对吧 2004年到2004年我们走过一些弯路 目前我们已经在欧洲 是50%是T特品牌 50%是汤姆逊品牌 在美国是100%的这个TCL品牌 然后在其他的分公司我们都是提售品牌 另外我们在一些国家像在阿根廷 巴西 在巴基斯坦 在一些国家我们是走的这个品牌代理的合作模式 就是说是利用当地的代理商的这种资金模式 这个渠道渠道优势卖TCL的品牌 另外一个我们有战略 我们叫TCL战略OEM 我们帮这个菲利普做代工 我们有帮这个东芝做代工 对对对 那您看看咱们TCL集团可以说是立足于中国的大本营 但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 那么在世界这个大范围的投资环境里 您给大家比较一下我们澳大利亚的投资环境 澳大利亚的这种运营的氛围适不适合 TCL这样的中国民族品牌的一个发展 您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来澳洲四年多 我觉得这个澳大利亚这个环境 其实是很公平的一个环境 对吧 大家就是在这个游戏规则内去做 你按它的这个消费者法律 按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标准 然后去尽情发挥 我觉得就是就OK了 但是对新来的品牌来说 我觉得你要几个方面要过硬 第一个就是你要有过硬的这个产品质量 第二个你要有能吸引眼球的一个外观设计 对吧 然后你要有一个完善的售后服务渠道 就TCL04年注册成功在澳洲 04年9月份 然后我们在总部在墨尔本 然后我们在这个西里 在布里斯班 在PERS我们有这个办公室 有分公司这样的 对 然后我们进入了这个主流渠道 所有的这个大的主流渠道 How long a good guy 然后Beta Retribution 然后我们再跟这个区域的渠道 像西里的宾利 像南澳的Radio Rental 像这个昆斯兰的RT Edwards 对吧 我们有很好的渠道 然后我们有 然后我们有300多家这个售后维修站 我们提供这个2到3年的一个售后服务 对 然后我们最近在做一个比较大的动作 是把整个call center 售后服务的这个call center 转移到这个马里拉 我们将会给澳洲的消费者提供这个更加这个优质的 这个时间更长的一个一个这个售后服务 对对对 也就是说我们从产品的质量啊 从产品的创新到整个销售渠道的铺垫 到最后的售后服务的一个配套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达到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受众当中呢 应该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 这也是我们TCL的这种 可以说自己的一个优势吧 对 因为我们这个TCL集团 这个有TCL澳洲公司 依靠这个TCL集团的制造能力 研发能力 2010年我们跟深圳市政府合资 成立了这个投资245亿人民币 相当于3.6亿澳币的一个这个瓶厂 8.5代线 这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一台生产线 以前我们是买这个别人的瓶来种装 现在我们是从制造瓶到模组 到这个整机生产全套 全套都是自己的 对对对我们这叫垂直垂直的这个整合能力 垂直的生产能力 对对对 我们这个今年已经提前提前三个月 达到这个百分之百的这个生产负荷 对对对 您说这个澳洲公司开办以后呢 咱们一直是赞助澳大利亚各大的体育呀 文化的一些活动啊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我们墨尔本的赛马 嘉年华也是TCL公司呢 特别赞助啊 那个大的这个显示屏啊 那些电视啊 包括转播的一系列的一些设备什么的 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印象 就TCL在这方面投入挺大的 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投入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吗 这个我们是这样看 就是说中国产品 中国品牌现在目前很小 中国产品在国外 目前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给人一个印象不是太好 有点低质啊 对对对 年价低质这个形象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想就是通过这个在尤其是把澳洲作为一个重点市场 西方国家的一个重点市场 我们要逐渐改变这种这种形象 这个大家都是盛装参加 对我们通过这种媒体的曝光 让提高知名度 提高美誉度 我们这个 这个赞助商跟这个 CORON跟皇冠赌场 对吧 跟Lexus 对吧 跟这个浪秦 跟这些 我们想逐渐改变这个中国品牌的一个形象吧 是 刚才我问您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没好意思说到您刚才提到那个词 说一提到中国产品 Made in China 好像总是觉得哎呀价钱是挺便宜的 但是质量怎么样呢 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包括看到了TCL 我们中国的一些品牌 这么大力的去参与到澳洲各个的大型活动当中啊 那很多人可能一般消费者的概念就说 那只是做广告而已 只是想在经济方面受到一个广告效应 但是呢您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呢 我们也能够了解到 作为民族品牌民族企业来说呢 我们走向海外之后 的的确确有一个提升 自己品牌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在这里 对这方面要得提一下我们整个T-SOUL集团的创始人 李东生现在是我们这个集团的这个董事长 对他从1981年创建这个公司 一直到后面这个这个叫加入世贸 国外品牌进入到中国 然后包括T-SOUL走出来 这个我们的李东一直是把这个民族 这个民族企业民族品牌作为己任 对对对对 我们走国际化 我们跟联想是最早是走出去的 对在中国的家庭品牌里面 我们现在是全球作为做的最大的 我们2011年我们整个LED的销量 LCD LED销量是1068万台 同期增长跟2010年比增长45% 我们今年的预算 我们的预算是1500万台 一到九月份已经到1100万台了 对我们今年也大概有个50%的一个增量 对我们去年在这个美国的电子展 有一个这个排名 我们是排名第六 我们今年应该是能做到第四第五名 非常好的成绩 对 是说实话我们作为华人朋友 我们看到这种像Murban 这个赛马节嘉年华的这种大型赛事上 有TCL的这个品牌的电子显示屏 这些产品包括说连续8年来赞助这样大型赛事 所以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朋友来说 也是相当骄傲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我们也希望这个更多的华人朋友 不光在中国支持我们 在澳洲也要支持我们 欢迎选用TCL的产品 对刚才我也说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对澳洲的整个的经商环境 感觉怎么样 您刚才也说这是一个公平的地方 但是现在不是有一种声音吗 有一点点的排华 就是说挺担心中国的 特别是一些民族品牌 民族企业在澳洲发展壮大 社会各阶层都有这样的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 虽然这个中澳两国经贸的这种交流是越来越加深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对这种事是不少 对尤其是像近期的像华为之类的 对吧 我们在这个家电零售行业还好一些 好一些但是也会就是说 经常是会的有些人说这个 就是说中国品牌 这个就是便宜货 那么这类对吧 这些东西主要是一些观念的问题 对对对 我们其实你像在澳洲的一些本地的品牌 以前都是找T-售做贴牌 是吗 对对对 有人说我们绝不卖中国产品 我只卖某某产品 其实就是中国做的 对吧 对对对 其实这方面还好了 我们遇到这个跟我们跟本地的这个经销商 跟这个采购总监接触都还不错 因为他们看到中国的优势在哪 中国正在崛起 现在尤其是在家电行业 你除了韩国品牌就是中国品牌 现在整个日本品牌 走下坡路 走下坡路 像这个索离 对吧 松下 这个夏浦 东芝三阳巨亏 连续多年巨亏 他们这方面已经 已经比较就是说 往下走的时候 往下走趋势比较没选择 对 他现在必须 我们跟这个大的渠道去合作 去谈判 他们必须选择一家 这个大的企业来做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比较 我想在这儿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今年五月份 我TCL跟全球最大的家居 家居这个渠道 宜家 宜家 宜家我们选择合作 就是我们给宜家定做 整个从电视到DVD到整个一套音响 对吧 我们跟他合作 为什么宜家会选择TCL 因为只有TCL在中国品牌里面 从电视制造 从屏制造 从电视到这个DVD到家庭影院 以整套方案 只有TCL能提供这个整套方案 所以说我们跟宜家在今年五月份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 对 你现在去澳洲宜家 你看它的catalog向你翻 全是TCL的彩电 对 那我刚才说向总要回答我刚才的问题的话 那您就应该非常有信心 带领澳大利亚的这个团队 用这个质量说话 用品质说话 用这个我们的售后保障来说话 就我们分享这个市场也罢 最终占领这个市场也罢 我们应该是有自己实力的 我们有信心 是我们有信心的 我听说这个TCL集团 也是经常赞助一些大型的这些 比如电影的制作呀拍摄呀 是不是 明年是不是有一个大的举动 来告诉我们大家一下 是这样的 就是说TCL现在的一个 我们在一个定位 我们现在定位叫时尚 科技年轻化 对 这个从2010年 我们已经开始跟好莱坞的这个电影 公司合作 我们这个叫娱乐营销 对 2010年我们 2011年我们跟这个派拉蒙的这个变形金刚商我们做了全球的合作伙伴我们整个全球各个国家通过线上线下就一块来把这个这个做推起来对在澳洲我们有跟这个七台Channel 7的这个Sunrise我们有连续两周我们有这个消费者打电话送提示电视 然后我们有七台九台有做这个电视广告 然后我们跟经销商有做联合促销我们做买TCL电视送电影票 对 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对 不光提高了这个提升了这个TCL的这个知名度 而且提升了我们的销量 非常好的一个尝试 明年我们还有一个重大的一个重大的一个 类似这样的一个营销 对 会这个消息在2013年的1月份在美国的电子展 CES电子展会公布 对 对什么时候我也希望能够我们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也送一台TCL电视 对 这个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成为这个幸运的这个中奖者 对 哦 一定要看哦 向总我们TCL的这个整个的产品的这个研发 在澳大利亚市场推广呢 有没有什么新的亮点 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 TCL集团它包括有彩电 有手机 有空调 有白电 对吧 我们目前在澳洲主要是 彩电和白电为主 对对对 在彩电方面呢 我们有 十九寸 从尺寸来说我们有十九寸 有到最大的是五十五寸 有普通的LCD电视 有到我们现在的3D智能电视 对 3D智能电视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 我想在这给华人朋友推荐一下 我们家小孩这个每天回去必须要用我们3D智能电视 上YouTube去搜索这个这个最流行的这个刚浪style的这个舞蹈 对吧 我觉得MTV我觉得非常实用这个东西 另外一个我们这次赛马节我们总共赞助了400多台电视 这个电视只用了一周左右 我们会接下来我们会收回来 收回来我们会做一个很大的一个促销的一个活动 是针对华人市场吗 针对华人市场 又太好了 对对对 所有这些产品的信息啊 特价的信息啊 我们会跟这个请华人朋友关注这个 这个SUNCW的一些广告啊 这个这个这个电台啊 还包括这个报纸啊 我们会通过这个渠道来做一个专门的 这个华人的一个盛大的一个促销活动 是等这个促销活动真正进行的时候 我们澳新国际传媒集团旗下的电台 电视台报纸也都会全力的配合 对 把这一好消息呢 及时的和我们的华人朋友一起分享 对接下来我们还会引进更多的TCL的优质的产品 对这个宾夕产品 手机产品 还有这个空调产品 对对对 嗯 满足这个澳洲消费者 澳洲华人的这个需求 对 好的 是像总刚才我说到的TCL 我们说的创新方面呢 我听说这个TCL集团 现在30年是不是有一个大型的进度活动 也是特别的有新意是吗 对对对 去这是去年的时候 2011年正好TCL成立30周年 我们当时有三大喜事 第一个是TCL成立30周年 第二个我们邀请了全球的3000经销商的总经理到中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提售投资245亿的这个平厂投产 三大喜事 我们当时在深圳惠州 我们总共这个活动搞了一周左右 对一周时间 对对对 然后我们还专门投资了这个大概人民币200万 拍了一个广告片就是这个片就是在我们的深圳科技园的一个 18层楼的TCL大厦 然后一面墙就是做的做的屏幕设计的一个一个这个电视电视片 对 就反就把TCL的产品融入进去 TCL的营销 TCL的这个变形金刚三整个把这些理念加进去 对对对 那挺有震撼力的 非常有震撼力 对对大家这个3000这个观众这个嘉宾戴着3D眼镜 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TCL成立的一个片段 嗯那我们最后的话题呢再回到墨尔本啊 咱们说这个澳大利亚公司 TCL澳大利亚公司的总部是在墨尔本 对 您刚才向总也介绍了在其他悉尼啊 其他的一些城市也都有一些分公司啊 向总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您所领导的这个团队的这个未来的发展 好不好 好 憧憬一下 对对对 我们现在 现在我们是有产品 嗯 现在是有渠道 对吧 我们下午怎么就是把渠道做扎实了 嗯 对 提高这个市场份额 我们大家目前有5%的市场份额 我们的目标 我们TXL集团有一个叫3023的一个规划 就是我们争取是在 在在 在2015年吧 2013年以后我们争取能进入到澳洲的 我们也希望要进到前 前5名 因为整个TXL集团已经是前5名了 我们你想在澳洲要做到前5名 对对对 这是您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计划 对对对 短期的计划 短期计划 对对对 还有更长远的 我们时间关系的不便透露啊 对 就前前几天这个澳洲的这个媒体 最大的媒体之一 这个The Age时代报 有写了一篇 就有一篇 有一篇这个有关TXL的报道 然后第二天这个 第二天是九台 然后有一篇就是专门针对中国品牌 在崛起中国品牌的雄心 其中也是以TXL为首的 中国品牌的一个崛起 也做了很多报道 对对对 是这也是我刚才说的 看到这样的消息呢 不光是TXL人的一种骄傲 也是我们所有生活在海外 华人的骄傲啊 我们共同的骄傲了 是就像这个向总的名字一样 向总您的名字是方向的向 对 太阳的阳 向阳 是吧 太阳是什么 太阳是中心啊 所有的星球都围着太阳转啊 所以我相信这个Morven 澳大利亚的整个的这个团队 在您的这个领导下 应该是很容易实现您的这个目标 近期目标 当然也是从我个人来说呢 我也希望和我们的剧组一起啊 能够早日实现 收看我们的节目 终于一台TXL的电视机 我觉得这个陆总 这叫叫叫这个 我们得益于中国起 中国的崛起吧 对TXL是得益于整个中国的崛起 我们现在海外有这么多华人 华人的这个朋友对吧 的支持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澳洲本地市场 耕耘对吧 我这个我们明年继续会做这个娱乐营销 也欢迎大家这个多多参与 有可能成为我们TXL采电的这个 免费采电的这个中奖者 对对对 没错 那么我们的观众朋友别忘了 下次呢您真的应该用TXL的电视机 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那在这里也预祝向总您和您的团队 以及整个TXL集团 能够不断的发展壮大 真正的为我们的民族企业 走向海外市场的这种发展啊 留下浓墨仲采的一笔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今天的聊聊吧节目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向总我们今天聊了聊您的 这个短期的目标啊 短期的计划 也希望有机会呢 能够和您聊一聊您的这个中期 和长远的这个计划 好不好 非常乐意 也欢迎您下次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再见吧 感谢观众朋友对 TXL澳洲公司意义如既往的支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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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